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 带来一个我的一个关于这个缝纫机和缝纫介绍的一个入门的视频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最近非常 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和感兴趣的一个这个缝纫机 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会在视频里面问啊 这个缝纫机我到底是选用的是哪一种呢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缝纫机 然后它的话呢,也是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的 它是一个非常这个标准的一个缝纫机 也不是说是有各种各样的特殊的一个功能 那我这边还是推荐给大家就是说 比较的这个标准功能其实就已经是够了 然后比如说有我们的瓶针啊,还有我们这个锁链针啊 还有可以用过来这个锁针的等等 这样的功能的话呢,是应该是比较基础的 也应该是要必备的一些缝纫机的功能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它这个缝纫机的功能 还会有这个往前缝和往后缝这两个功能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也是特别的好,特别的方便 那它这个缝纫机里面的话呢,也会自带非常多的一个模式 可以让我们的新手缝纫在缝纫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方便 能够简易的教学 那整个的缝纫机的话呢,还带了这样的一个脚踏 可以是插着电的话呢,就不需要我们再去有它的一个 这个缝纫的脚踏板或者是那种机械的缝纫机 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插电的电源处 和它的一个电源开关 它这两个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要大家自己去插着电 然后才能够打开开关 打开开关了之后的话呢,这样的话 它分成两步走就会更加的安全一点 然后开了开关之后会有一个小的灯 可以让你工作的时候更加的看得更清楚一点 然后这个开关呢,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所提到的 它的缝纫的方向 如果的话呢,是它按着它这个顺着它这个往前缝的话呢 就不需要按了 如果你想要让它往后缝的话呢 就需要把它那个按钮呢,是去给它按下来 啊,我们除了这边的话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功能 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缝纫的这个线的一个形状 我们可以在上面就会看到 上面呢,就是它的一个字母 然后它的字母就是相对应了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 这个这个缝出来的针的一个形状 那我们这个A呢,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它的这个缝纫 我们现在呢,可以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B和C 我们的B和C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锁链型的一个针 可以这个缝出来的针角就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那我们这边呢,还可以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 嗯,比如说它上面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 嗯,标志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记号 比如说我们这边呢,是它的一个这个A如果用了之后 然后如果我们这边选择了的话呢 它这边也会显示出来 可以调整我们针角的一个这个宽度 我们可以看到就在这边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接下来这两个 就已经是设置好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现在再来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呢,是怎么样给它 织起来 那我们这个线的话呢,都给它往放在上面 它的线都是在里面,我们可以给它每一个都给它拉出来 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里面的一个内线 然后最开始的话呢,它是从这里面去把它的一个线去给它收起来 那我们这边的话,是给它拿过来 我们可以把它呢,也是放在这边 我们呢,也是把它这个 给它拉上去了 在上面的话呢,也是它的一个小的线头 我们最开始的第一步,首要的呢 就是把我们的内线的这个小圈圈 去要给它全部的去给它拉过来 现在我们是要把它所有的都拉到我们的右边 直到它没有办法往前再继续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开始去给它拉线 在拉的过程当中呢,不用害怕 那我们本来的话呢,是要把它这个线全部都要给它拉过来的 我们现在如果是足够了的话,可以把它剪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 它的线呢,已经是准备好了 现在我们是需要把我们这个手部的这个滚轮去把它拉出来 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 一方面可以用到我们的手去给它进行控制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也可以用到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用到我们脚踏啊,去让它进行供电 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给它转过来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线的话呢,会往上往下 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让我们非常的方便 现在我们接下来的是要把它的上面 再稍微的给它看一下 然后再上面呢,就是它的两个三个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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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是需要的就是把我们的线呢,从它的外部去给它穿过来 然后在穿线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按在它的说明书上 从我们最上面的按着它的数字一个一个的往下穿 对,从这边慢慢的往下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省下来啰 现在可以把它渐渐的给它绕过来 从这样的一个小孔就给它穿过去 现在我们是要把它慢慢的穿过来 如果这样可以的话呢,我们是把它穿过来之后 这个线的话,上半部分就已经是快要做好了 就是不能够让它呢,特别的松散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看到如果我们把手松了的话 它这个线的话就会轻轻的散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最后一步,我们是要把我们这个线 让它的上半部分和我们这个下半部分相互连接起来 这个呢,也是在它的下面 我们可以把它呢,也是往上一点点 我们可以把它呢,也是往上一点点 把它可以把它这个针角是去给它抬起来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上面呢 它的这个线的话,会越来越小一些 然后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标课 然后每次的话呢,都可以在这边去给它放在这边 然后大概是要有多少的一个距离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大概知道 这个线呢,是什么样 最后织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线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是两边都可以有个记号 这样的话,它两边都看起来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然后这两边的记号的话呢,会让它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会让它在这个缝纫的时候 会看起来是更加的精准一些 然后这个下面呢,就是它的一个小的盒子 可以把它取下来 然后在里面呢,就是会有一些它的一些工具 小的一些工具啊等等 我们也可以把它呢,是从这里给它打开来 我们呢,是先来看一下我们这里面的这个 呃,里面的一个卷线 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这个卷线的话呢 也是要把它正确的给它安装上去 也是要把它往上,给它放过来 然后把它的线呢,按照这个办法 然后把它的线呢,按照这个办法 从外面给它拉到里面去 最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的 不是特别的顺手 那这些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用到它的这边 去把它连接起来 现在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它的里面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线的一个构造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全部给它安进去 直到它这边呢,是完全的放进去了为止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已经把它正确的卡在里面 我们可以再把它慢慢的去给它取出来 当我们这个线卷的话呢,是 刚好是,刚好是卡在里面 我们可以再把它拿上来 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线的话呢,可以从里面把它从里面给它带出来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它稍微的放到旁边一点 现在呢,我们的准备已经是差不多都做好了 最开始的时候的话呢,其实是最难的一步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这个一块简单一点的布 去先做一个实验或者是去进行一下的尝试 我们可以先来用到我们一块不需要用到的一块布料 然后再把它放到下面来 然后再把我们这边呢,也是要把它卡下来 我们可以把它先卡到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用到我们的手去给它稍微的往下 进行一个这样的,把它拉到这边 或者呢,我们也是可以用到手把它是相互扶着一下 我们从这边呢,也是慢慢的去给它拿过来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这个拉线 全部都按到这样的一个办法 把它进行,稍微的练习一下 这边呢,可以开始我们的机器 稍微的练习一下怎么样去把它织过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织一个普通的平针 每次在这个往下面织的时候 也是要稍微看一下 可以再把它拿出来 这样这边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这样这边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呢,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大 比如说做的一个非常宽的一个 哦,好吧,这样的我的这个线呢,是刚刚好 是被它拉走了 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刚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机会 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去把它这个线呢,去重新的整理一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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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么我这边呢 它这个整个的走线呢 就是我们刚刚试过的几个 小的走线啦 比如说你可以用它这种锯齿状 然后呢也可以用这种 非常经典的线状 嗯它上下呢 都是有不同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线在里面 好了那最后的话呢 跟大家再展示一下 我们这样的话怎么去 给它进行换针 首先我们在上面 有它这样的一个小的装置 我们稍微要用 我们的左手去扶着 它们的这个小的针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针的话呢 是在这边就会可以给它取下来 稍微的给它轻轻的拿出来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这个针的话呢 也是有它的尖尖的部分在这里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 这个小的针在里面 然后它有它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型号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呢 是去给它采购到 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标准 我们都在这里面 然后这样的针脚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在超市或者是其他地方都可以买到 也是非常的不错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的话呢 我基本上都会是买这样的一个 然后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 基本上都是我最喜欢用的 然后这边呢 是我们非常非常这个 非常新的 然后是非常细的一个小的 然后这边的话呢 也是要可以给它 去给它放了这边 然后呢 我们这边呢 也是有它的一个小的 它的针的一个推荐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呢 这个针也是可以把它用到里面 然后它的针的粗细和大小 都是可以在它里面进行一个 这个调试啊 或者是去给它各种各样的一个 这个摆过来 然后这个呢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小针 我们可以从这边 再去把它放进去 把它全都放到里面 然后把它全部的都放进去 然后把它全部的都放进去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开始的咯 希望你能够喜欢 然后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的订阅 点赞和留言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 好玩的这个视频的话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呢 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都可以在视频下方呢 跟大家进行一些的互动 希望你能够喜欢啦 或者也是喜欢其他的 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话呢 都可以在视频下方 给我们留言的 嗯 如果想要看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